写原材一般分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有原屏 就是它原来的屏在 而且是原来的屏可以正常的读出盖板码的情况下 有原屏写原材 还有一种的话是无原屏写原材 所谓无原屏写原材 意思就是说它原来的屏不见了 或者它原来的屏在 但是已经坏了 读不出来那个盖板码了 我们分别介绍一下这两种情况怎么写 这个就是它的原机屏幕 如果在有原屏的情况下 我们只需要把它原来的屏幕 连接到桌子扣到那个编程器上面 给它把盖板码给它读出来 然后就像这样子写到这个新的屏幕里面去 就直接侦测读取 然后写入就很简单 然后这个写原材就完成了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是 它这个原屏已经不见了 或者说原屏这个盖板码已经读不出来了 这种情况下的话 我们就除了编程器的话 我们还需要用到电脑 因为首先我们要用电脑 通过万龙助手 把那个盖板码给它读出来 读出盖板码之后 再通过 万龙这个编程器 把盖板码写到新的屏幕上面去 和有原屏的 无原屏写原材 和有原屏写原材的 唯一个区别 就是说你没有原机屏幕的话 就需要用到电脑去读盖板码 读这一步 如果你有原机屏幕 的话就可以直接 把原机屏幕的读出来 然后直接写到新屏上面去 就可以了 区别就这一点 其他地方都是一样的 好 我们现在连接上电脑之后 我们在万龙助手这个页面 可以看到它会有一排上面一排图标 我们点到综合修复 然后原材修复这里 它会自动的把这个盖板码给读取出来 然后我们还要选择一个机型 另外还要勾选这个通用底层 如果你不勾选通用底层的话 你可以写 但写进去之后它还是没有原材 所以这几步都不能够忘 然后后面的话我们就 等待它盖板码读取出来 读取出来之后我们 保险起降我们就把盖板码给复制一下 然后把新的屏幕给扣上去 就现在我们已经用电脑读取到了 它原材的那个盖板码 我们就把新的屏幕取下来 扣到编程器上面 然后就通过编程器连接到电脑 在电脑的万龙助手上面 通过操作写入盖板码 我们现在就是扣上屏 插上数据线 数据线连接电脑 然后我们就会看到一间屏幕已连接 然后它会自动读取盖板码 勾选底层 然后勾选型号 确认无误之后 点击右下角的写入信息 等待它自动烧录完成 大概需要4到5秒钟 它显示写入完成 那这个写原材的动作我们就完成了 现在直接把屏幕扣上去 它就会有原材显示了 不管你是原机屏还是国产屏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